扭曲变形的机车直接卡在电线杆中 车头严重破损 看得出来撞击力道相当的大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这辆机车骑得是摇摇晃晃 看起来相当危险 没想到下一秒就直接撞上电线杆 造成车上一名六岁的男童 因为没戴安全帽 造成炉顶凹陷送意不知 这起意外发生在新竹 骑乘机车的苏信富人要到邮局办事 带着儿子出门却没有戴安全帽 在距离家门口700公尺 疑似因为富人 边骑车边滑手机 就发生这起自撞电线杆的意外 男童被卡在机车脚踏板内 炉顶凹陷当场昏迷 送医院急救后还是毁天法术 而苏信富人则视清为脑震荡 和骨折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苏信富人的包包内 是有查扣一个吸食毒品吸食器 那至于苏信富人是否有试用毒品部分 我们带尿液检验报告下来之后 再行砍砍 虽然苏信富人没有吸毒前科 也攻称自己并没有吸毒 只是因为一边骑车一边滑手机 才会自撞电线杆 而警方认为案情并没有那么单纯 将他依过失致死送办 但确定的是 这名粗心的母亲 骑车还当低头族 害死自己的儿子 记者何孟坚林春芳新处报道